我們都聽過一首叫木蘭詩 那麼有網友就把它改成木可詩 這首詩就是 東勢看豪宅 西勢買商辦 南勢割小草 北勢有必然 簡直是好詩好詩 可能他們的財快的觀念 以及法治的觀念都比較淺薄 那我是建議啦 你們現在敢去開所謂居住正義的 這種講座 不如趕快召回一些黨員 來上一上 關於財稅法的部分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重要 2018年他說 難道要用他老婆去抵押房子貸款的時候 在會議中我有精算過說 市長大概可以拿到65萬票 65萬票的所謂的選舉補助款 大概就有2000萬 所以2000萬根本不會去花到 任何所謂的你房產或者是夫人的錢 但是他出來拿來講說 我整個選舉是用我的房子去抵押 就是裝窮來增加他的所謂的 政治現金的相關的募款 很少人會用來用個人的名義 來購置房產的 柯文哲可能破了台灣政治史上的第一名 用選舉補助款直接去購置商辦 那他如果是真的用所謂的選舉補助款購置 那個叫做政治誠信破產 如果不是那個問題更大了 他的財產來源不明 所以柯文哲面臨一個兩難選擇 他選擇了他的政治誠信破產 來保住他的所有的財產 因為現在有小草 有民眾啊 就是因為柯文哲連日爭議 然後就在網路上哭手了一首詩 可以幫我們 喔 這一首詩啊 人家說 我們都聽過一首叫木蘭詩對不對 那麼這個有網友啊就把它改成木可詩 喔 這一首詩就是 這個 東勢看豪宅 西勢買商辦 南勢割小草 北勢有弊案 簡直是好詩好詩 可以 哈哈哈哈 對 好 給給給給給你 沒有我 他們想問一下說 柯文哲跟蔡碧如過去在台大醫院的時候 就爆出MG149的事件 對 以及說有內障外障 這一次兩個人賬目都有問題 會覺得有點類似 然後兩個人賬目都爆出爭議 是不是財務的觀念低落 過去的賬目 賬目也有可能被認為是有問題 我覺得現在這個柯文哲政治先進案 從這個大家覺得有問題的內障 演到現在 他居然有這麼多現金可以買房子的內庫 就是內部的金庫的問題 到現在的內戰的問題 就是開始這樣浮現出來 我想蔡碧如他所報的這個關於交通費的部分 那他是說他有這個詢問過會計師 那我認為就是說 其實有蠻多的問題 這個民眾黨很嚴重的就是說 可能他們的財塊的觀念 以及這個法制的觀念都比較淺薄 那我是建議 你們現在敢去開這個所謂居住正義的這種講座 不如趕快召回一些黨員 來上一上關於財稅法的部分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重要 那怎麼看因為現在陸續有那種小草的版主 就是好像不滿柯文哲聯絡這些爭議 紛紛出現跳船草在關群 你們怎麼看 非常多的這個小草 從去批判黃珊珊 看到黃珊珊這樣子做的這個所謂 非常不好的這個總幹事的這樣子的職務 居然只有被停權三年 他們感到非常不滿 那現在又直指所謂陳志安夫妻 越領30萬薪水的事 那現在更因為民調的關係 讓更多人突然間覺得完蛋了 一切會不會都是柯文哲的問題 再加上一直解釋不清楚 甚至還有買關於這個4300萬這樣子的狀況 小草都覺得心很寒 所以有非常多的所謂小草圈裡面的KOL 陸續關閉了他所謂的LINE 並且直指說這些會不會就是阿伯有問題 甚至黨內還有人傳出應該要輕創這樣子的這個口號 直接劍指柯文哲說是不是應該要柯文哲自己辭黨主席 我認為柯文哲現在要積極的要去解決內又外患的問題 另外帶東森提問 因為柯文哲現在用私人名義來賣法 關於他名下 是不是就是要來規避法規的監管 我認為柯文哲找了一個唯一沒有違法的理由 相對的柯文哲有沒有可能違法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思考點 因為當柯文哲承認是用政治獻金來購買的時候 其實相對於他在這個所謂政治的招牌上 清廉兩個字或者是說居住正義等等這樣的字詞 都被自己自我毀滅的情況之下 他是不是有一個更值得他來包庇的 是這個所謂的真實的這個說法 我覺得大家要有待觀察啦 那另外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柯文哲說他星期四會開記者會 我認為不只是他要查帳之外 他應該要公開他們的帳簿啊 最重要是什麼 因為他說是用政治獻金購買 那很簡單 民眾黨只要拿出他們的 戶頭的這個本本 學學陳佩奇好不好 這個不開心就丟一下這個所謂的這個存折嘛 那民眾黨也可以把他的存折拿出來啊 所以我們確實在幾月幾號的時候 有匯款給柯文哲多少錢嘛 所以柯文哲有這些錢去買 所謂四千三百萬的房子嘛 這樣就非常有底氣 所以我建議啊 民眾黨要應該趕緊的公開透明來面對這所有的事情 同樣戴東森提問 木可公關賺取柯文哲的授權金 那現在也被質疑是不是在選舉的時間內啊 就已經在為選後的洗錢來佈局了 目前檢調啊 內部也直接指出啊 木可有四筆帳目不清楚 總共加起來是一千三百萬 那這跟我八月六號提出來的質疑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金額也跟一模一樣的比數 也就是說授權金啊 連檢調單位都不願意 就是採取所謂木可 或者是說民眾黨的對外說法嘛 我認為這就是柯文哲你禮拜四也要解釋清楚的部分 另外我也認為啊 會不會是因為現在檢調要進行擴大調查這樣的動作 而柯文哲星期四公開召開記者會 會不會也有串供之嫌 我覺得這一個我覺得大家也要一起來檢視 2018年他說要難道要用他老婆去抵押房子貸款的時候 在會議中我有精算過說市長大概可以拿到六十五萬票嘛 六十五萬票的所謂的選舉補助款大概就有兩千萬 所以兩千萬根本不會去花到任何所謂的你房產或者是夫人的錢 但是他出來拿來講說啊 我整個選舉是用我的房子去抵押 他其實就是所謂的騙錢啦 騙窮 裝窮來騙這個 也不是騙啦 對不起 就是裝窮來增加他的所謂的政治獻金的相關的募款嘛 所以整個的過程裡面非常清楚的 他明明就知道所謂的選舉的補助款 未來可以還清這些相關的房貸 而他兩次的市長選舉 你也可以看到他從2014年2018年 他兩次的選舉補助款大約四千萬 大概也就把他的房貸全部還清 而且增加了所謂他現在的現金支出嘛 那這部分其實都沒有違法 因為所謂的五黨籍參選 本來所謂的選舉補助款 就是由個人可以來支配 但這次的總統選舉比較不一樣 因為所有的總統選舉 除非你自己連署都是由政黨來推薦 所以在選拔法裡面規定 所有的候選人的選舉補助款 是會到政黨裡面的 那政黨會依據跟候選人的相關的承諾跟協議 來進行這批所謂的補助款的相關的分配 像賴清德他也講得很清楚嘛 包括侯友宜的國民黨的所謂的選舉補助款 全部給所謂的黨部來致用嘛 所以柯文哲在選後 他有沒有承諾做相關一些事情是有的喔 像他就承諾說要給所謂的政黨使用 給立法院黨團使用來發展黨務 但是並沒有說他要去買購置這個商辦 所以他違反了他在選後 對於他的選舉補助款的相關的一個 這部分是他的政治誠信完全破產 另外就是說政治人物可不可以買房產 一般來講都很少去做這個房產的購置 那都會透過所謂政黨 譬如說民眾黨去購這個房產 或者是基金會來購置這個房產 很少人會用來用個人的名義來購置房產的 柯文哲可能破了台灣政治史上的第一名 用選舉補助款直接去購置商辦 他如果是真的用所謂的選舉補助款購置 那個叫做政治誠信破產 如果不是那個問題更大 他的財產來源不明 所以柯文哲面臨一個兩難選擇 他選擇了他的政治誠信破產 來保住他的所有的財產 那方才是提問 怎麼看民眾黨現在有聲音傳出 柯文哲應該請辭黨主席 也有人比喻說 柯文哲喜歡用外科醫生的方式處理事情 現在就等於醫生要進行輕創 必須割掉腐壞的東西 才有機會搶救民眾黨 民眾黨當然一定會有部分這樣的聲音 但是柯文哲在民眾黨內已經下了一手好奇 第一個就是他把所有政治責任 由黃珊珊來所謂一肩扛起 所以黃珊珊被停權三年 另外就是他最怕的黃國昌 黃國昌在入黨的時候 有簽了一個賣生器 這個賣生器表示 他不能對於黨務做任何發言 而且要聽從柯文哲主席的指示 另外就是蔡壁如 他雖然遠在台中 但是隨時都是血笛子可以進進就家 所以他做了這些布局之後 甚至連黨章的修改 都是為了柯文哲未來可能面臨司法 不管是一審二審三審 他都是視情況而定來做黨紀的 所以柯文哲如果他維持現在的 目前的看起來的狀況 黃珊珊都只被停權三年 未來中平會會開除柯文哲的可能性非常的低 我想再問一下說 2018年他在選台北 連任台北市長的時候 是不是其實抵押這件事情 是您幫他想出來的 應該不是想 因為那個是一個會議 他說難道要叫我老婆去抵押房子 那我就幫他做一個精算 這個精算的結果就是你的選舉補助款 是可以支付這個所謂的貸款的這個金額的 所以那完全不可能會產生所有的損失 是他自己提說 要用難道要叫我抵押房產來選舉嗎 我就算票給他看說 因為算的結果是你不會有任何的損失 後來得到 因為我那時候算的是65萬票 後來只拿58萬票 還虧損了200萬他還蠻神奇的 憲哥你提到就是 因為這一次他購買4300萬的商辦 是用個人的名義 那是不是說如果他可能用其他方式 譬如說到基金會裡面 至少在公開透明這件事情上 而不是收進自己的口袋會比較長 你再問一次 觀感上會比較好 你再問一次 就是他4300萬的商辦 因為是用個人的名義就是購買的 那是不是其實有其他方式可以到基金給你 對一般來講所謂的選舉的補助款 一般政治人物為什麼要成立基金會 或者是捐給政黨的原因是 不管是政黨或者基金會 都要送所謂內政部來做 每年年度的會計查核 所以相關的支出都有公開透明的一些證明 但是你捐給 放在自己的私人口袋裡面 你就可以所謂的隱瞞所有的財報 所有的財產 所以柯文哲用個人名義的方式來購買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 他不希望被別人知道說他有這個房產 也有可能是他不願意 未來基金會也好或者是政黨也好 產生任何的變數 那希望他擁有的所謂的選舉補助款 都可以是不是變成他個人所適用的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 這次覺得他這次政治誠心破綻 因為所有的選舉補助款 是來自於國家的財產 第一個是每一個人納稅錢 然後是所有小草一票一票投出來的 每一個小草都有捐了30塊給柯文哲的意思 所以柯文哲把這個當成是自己的私人財產 來購置上辦這樣的行為 當然是會為人所不齒 我想再問一下說 所以那時候柯文哲是真的沒有錢來選舉 還是只是有點像是說希望騙取一些通勤票 所以才講出這句話 2018年因為他是連任的選舉 所以他在所謂的市長請假前的一個月 基本上都是用市政資源 來做自己的宣傳 這也合理 任何連任的市長都是會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進入選戰其實只剩下一個月 花的經費也相對來講會比較少 所以他提出說用他抵押 用房貸的方式借了2000萬來打這場選戰 基本上在金額上面是夠的 但是問題來了就是 你有必要去跟大家大大大講嗎 因為其實也是不花你任何一毛錢 最後都是由選舉補助款來做支付 所以各位會覺得說他那時候的考量 當然裝窮來騙政治現金 不管是一個月或者是幾個月 總是有一些相關的政治現金 公開的有公開的政治現金 那私底下到底有沒有其他的政治現金 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那你那時候幫他算完之後 他的反應是什麼 那第二天就馬上在專訪裡面提出來說 他要去用貸款去買房子 然後貸款去選舉這樣